前首相纳吉的SRC案件最终上诉日 剩下最后四天 定在下个星期二续审 非政府组织举办祈祷会 要聚集穆斯林的祈祷力量 帮纳吉渡过难关 由大马穆斯林团结支持者俱乐部 KPPUM主办的未前首相纳吉祈祷会 将于今晚九点在全国各地的清真寺和祈祷室举行 以聚集全马穆斯林的力量 为纳吉祈祷 根据纳吉特别事物 关鲁飞迪分享的海报 纳吉也将在傍晚出现在甘榜科鲁清真寺举办的祈祷会 这场祈祷会相信是为纳吉祈祷 让他能顺利挺过这次的SRC按终极审讯 行动党尼可敏 希望人民能够在国庆节来临期间 看见纳吉被送去孙嘎布鲁监狱 当我们庆祝马来西亚独立65周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今年国庆法宽马来西亚知法部 可以出现包青天宣判 阿吉克坐牢 Next Station Sungai Bulo Next Station Sungai Bulo 如果在国大Sungai Bulo 那个干约不够舒服 我们被他照耀要干 太平都有一根 全马第一根的坐牢就是在太平 如果Sungai Bulo那个屎法坐得不舒服 我们欢迎你来太平 那时候希望可以买票 谁可以看一张票 五万全部捐给老人员 做慈善都好 阿母 针对纳吉这几天面对的SRC案件最终上诉 尼克明表示 看见报纸就火大 而这不歌要上诉 上诉的是他 委任新律师的 也是他 炒律师鱿鱼的 又是他 法官要他陈词 不要陈词的 又是他 他表示 纳吉在记者会上喊冤司法不公 没有人权 没有自由 但是他可曾想过 他和那个肥婆抱在一起的时候 拿我们邀MTB的钱 今年只是帮阿扎哥海利息 要15亿7千万 每天都要还430万 你说有公道吗 有天理吗 他指出 下周将是我国 独立65周年 但如今我国正面临重大危机 如果现状不改变 我国将沦为 失败国家的行列 甚至不上 斯里兰卡破产的厄运 也并非不可能 邻国新加坡 什么天然资源都没有 可是基于反贪畅联 选贤任能 良好施政 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 高居世界第一 反观我国排名 却连续下降至第32名 新加坡成功的另两个主要原因 是该国执政党 坚持拒绝种族政业 也禁止神权政治 如果我国想要达到 先进国的宏愿 绝对必须见贤斯奇 多加学习 尼可敏说 我国必须铲除贪污腐败 种族正野及宗教分化 三大社会独流 才有望扭转乾坤 及力挽狂澜 而要做到这点 人民就必须团结起来 再来借大选击败国阵 拒绝国盟 这样马来西亚 才能有望重生 近日举国轰动的 90亿海军战舰丑闻 直接揭发了国阵 已经失去道德诚信 没有资格再领导国家 一旦国阵的盗贼 同也归来 我国将沦为 臭名远扬的失败国 人民必须思考 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国家 以赢回世人的尊敬 他只现在 是马华最强大的时候 因为发生喜来登政变时 马华的关键两席 将决定谁是首相 可是马华有史至终 不但完全没有发挥 关键少数的作用 为华社去争取权益 甚至于连华社原有的权益 也遭到典荡 身为执政党 抱着几十亿党产 却四处向华社伸手要钱 全国独中经年至今 连一分钱拨款都没有 华社三院 也是望川秋水 一党禁止万字票 霹雳州原有的 非回教事物 拨款遭砍掉一半 马华有史至终 都是静若寒蝉 是名副其实的 静静党 他也炮轰马华 从一马公司爆发 五百五十亿丑闻 到现在滨海战斗舰丑闻 威胁国家安全 全城都是静静 是贪腐帮凶 西蒙主席理事会 促请政党领袖 停止攻击司法机构 让审讯进程 直到结束为止 消息指出 警方昨日已逮捕 一名三十岁的男子 以协助调查 联邦法院首席法官 敦东姑麦文 早前遭威胁事件 西蒙主席理事会 今天发文告 对巫统最高领导层 被指发表 一系列攻击司法机构的文告 感到震惊 当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涉及的SRC国际上诉案件 审讯进程接近尾声 类似攻击越来越多 有关来自巫统支持者 及网络兵团的攻击 具有威胁性 包括对联邦法院 首席法官敦东姑麦文 做出死亡威胁 文告指出 伤害或死亡威胁 属于刑事罪 西蒙支持警方 就首席法官面对的威胁 展开调查 让涉案者受到法律裁制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 麦莎比里说 困扰我国的课题 包括滨海战舰 LCS丑闻 他不排除 日后还会有 另一名涉案人士 被起诉 他指出 民众有权了解 LCS课题的来龙去脉 而且因为 这是关乎诚信 政府不会有所隐瞒 当一马公司问题 浮出水面时 前朝政府 无法向民众 解释真相 人们最终会对一切 做出自己的猜测和判断 尽管人们期望的事情 没有发生 但由于无法提供 正确的解释 课题还是失控了 他认为 反对党将继续以 炒作一马公司课题的 手法一般 来操纵此课题 但重要的是 政府如何回应 以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 现在有一宗案件 已有一人 被带上法庭 据我了解 还有一个人 会被带上法庭 但我相信 不管是谁 被带上法庭 这个课题都还是 会受到操弄 巡集国盟 及土团党 要求副首相指 以斯麦莎比里 正式拒绝了 他说 目前已有四位高级部长 他们的福利与副首相 非常接近 因此不会任命 副首相指 他说 有了四名副首 即使没有副首相 也不会成为 他的负担 他认为 很多评论 都是来自外界 内阁并没有 挑起此事 政党的方向 已经很明确 不会同行